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宣布19号成功试射新型潜射弹道导弹 全球多国钢材价格上涨 卫生纸遭恐慌性抢购 美国多州疫情反弹 俄罗斯单日新增确诊病例数创新高 好 首先来看到中俄海上联合2021演习结束之后 中俄双方舰艇编队共10艘舰 组团穿过金青海峡驶向太平洋 引发了日本方面的高度关注 10月14号至17号 中俄海军在俄罗斯彼得纳迪湾附近 举行海上联合2021联合军事演习 根据俄罗斯国防部消息 演习已于17号结束 18号 中俄10艘舰艇组成的编队 首次成编队同时通过金青海峡 在展示了中俄两军高度战略互信的同时 也在日本引发了不小震动 日本自卫队统合幕僚监部18号晚间通报 当天上午8时 在日本海发现正在向东航行的中俄海军编队 日本防卫省表示 这是首次确认到中俄海军舰艇 同时穿过金青海峡 日方派出海上自卫队第二航空队的P3C反潜巡逻机 和第45扫雷艇队的舰艇进行信息收集和警报监测 对于中俄联合海上编队经过金青海峡 日本表示震惊 我想这个震惊主要是由于中俄联合编队来得太少 最后如果在符合国际法的状态下 没事经常来 有事尽快来 这样在周边所引发的各种震惊就会逐渐消失 日本也是作贼心虚 如果不与美国强化军事联系 特别是利用自己的所谓地理位置 对中俄进行军事威胁 为美国充当所谓亚太桥头堡的效应 也不会产生类似的结果 所以我们各种穿航行动 包括训练活动 完全是正规的 完全是符合国际法的 如果有人在这个地区表示震惊 或者是有其他想法 那只能说明是作贼心虚 19号 日本内阁官方副长官 基奇仁彦称 日方对此高度关注 海上自衛隊は昨日10月18日 中国海軍の艦艇5隻 及びロシア海軍艦艇5隻が 津軽海峡を投信をして 太平洋を向けて航行したこと このことを確認をいたしております 中俄海軍編隊由10艘艦艇組成 中俄各5艘 其中中国海軍艦艇分別是 055型南昌号導弹驱逐舰 052D型昆明号導弹驱逐舰 054A型賓州号柳州号導弹护卫舰 和東平浮号綜合補給舰 俄方艦艇分別為 1155型大型反潜艦 潘杰利耶夫海軍上将号 特里布茨海軍上将号 克雷洛夫元帅号電子侦察船 22350型护卫舰响亮号 以及俄联邦英雄阿尔达尔 齐登扎波夫号 据俄罗斯卫星通訊社19号報道 金清海峡中部为国际航道 各国的船只都可以无害通行 此次中国和俄罗斯海军舰艇 通过金清海峡是合理合法合规的 中国海上联合军演结束之后 原班人马通过了金清海峡 这次通过是符合国际法的一次 正常的通过 也是强化两国联合演练效果的 一个重要举措 因为在固定海域队演习 和在远航的巡航行动 在要求能力以及标准方面 有着比较大的差距 如果中俄能够把主战舰艇 辅助舰支在远海进行这类的活动 实际上对于强化中俄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 以及提高整个海上联合演员的效果 将会发挥重要作用 那么金清海峡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为什么日本对此反应如此敏感 金清海峡位于日本本州与北海道之间 西通日本海东街太平洋 宽度只有24到40公里 在地缘政治或战略层面 它是所谓第一岛链地带北部的重要海峡之一 在经贸层面 也是从日本东部沿海航行到西部的一条捷径 对日本近海航运具有重要意义 日本领海及皮连水域法规定 本国领海宽度12海里 按照这个标准 金清海峡基本上都属于日本领海范畴 不过日本领海法又加上了一条负责 把包括金清海峡 宗谷海峡 大宇海峡 及对马海峡 东西水道等五条水道 划为特定海域 领海宽度仅3海里 海峡中间部分为专属经济区 为国际航道 各国的船只都可以无害通行 之所以划出特殊水道 其实是为了方便驻日美军 日本20世纪60年代承诺 不拥有 不制造 不引进核武器的 无核三原则 但根据同一时期 日美达成的安保条约时的密约 日本又得保证拥有核武器的美军 行动便利 日本政府一直否认存在密约 但划出三海里领海 被广泛认为就是为了绕过 无核三原则 以方便美军行动和运载核武器 另一方面 美军第七舰队的母港位于横须赫 如果没有包括金青海峡在内 几条狭窄水道的特殊领海规定 美军舰船要进出东海 就不得不一路向南 绕行冲绳岛西南端 费时费力很多 中俄海上联合2021军事演习是2012年以来 中俄海军举行的第十次联合演习 作为055型导弹驱逐舰的首舰 显号101的南昌舰也成为此次演习中的明星舰艇 第一次登上这艘万吨大驱感觉真的是非常震撼 不仅大而且颜值在线 很多军迷都直呼颜值就是战斗力 那的确南昌舰作为中国海军第一艘万吨击导弹驱逐舰 它提成了国内最先进的雷达和电子系统 配有最新型的防空反导反舰和反潜武器 被称为海上综合作战堡垒 那在我身后的这个就是南昌舰的主炮 这座主炮采用的是单管130毫米舰炮的改进型 其火候系统的实际精度 双倍的高性 双腰量等战机系统指标都有很大的提高 还具备远距离的精确打击能力 可以在滨海地区打击陆上目标 支援我们的纪念部队导弹 如果觉得主炮还不过瘾 那就来看看我身后的这些巧合力画吧 也就是导弹垂直发射装置 它的威力更加硬核 那在舰守区域呢 一共是8单元可以发射64枚导弹 除此之外呢 在中部区域还有6组8单元48个 全舰一共是112个发射单元 055型导弹驱逐舰混合配在有 防空导弹 反潜导弹 反舰导弹 对陆攻击巡航导弹等不同类型导弹 实现共架发射 采用垂直发射方式 全向攻击 快速反应 维护保障等能力都得到了显著提升 此次演习 南城舰携带直九反潜直升机参演 舰载直升机编队 肩负着演习期间反潜编队防空 和反潜运雷组成的远中近三层反潜体系 随着国产航母055型导弹驱逐舰 055型两栖攻击舰 新型核潜艇等主战装备的相继入列 特别是星智作战力量的快速发展 人民海军正以前所未有的崭新姿态 朝着全面建成世界一流海军大步迈进 来关注朝鲜半岛局势 看到朝鲜方面20号证实 此前一天成功试射了新型的前射弹道导弹 而韩国军方表示说 这款导弹拦截难度较高 据朝中社20号报道 朝鲜国防科学院19号 成功试射一枚新型前射弹道导弹 并公布了5张前射弹道导弹 从海面升空的照片 朝中社称此次发射 在5年前成功试射第一枚 前射弹道导弹的潜艇 达尔四英雄舰上进行 并强调新型前射弹道导弹 采用侧面机动滑翔跳跃机动等 许多升级的制导技术 将为提高朝鲜海军 水下作战能力做出重大贡献 2016年8月24号 朝鲜使用一艘弹道导弹 常规动力潜艇 成功试射了北极星1 潜射中程弹道导弹 824英雄艇的命名 可能来源于此 朝鲜又于2019年 从水下试射北极星3型 潜射导弹 此次是时隔两年再次试射 据韩联社10月20号报道 韩国军风探测 该潜射弹道导弹 飞行高度为60公里 飞行距离为590公里 具有近程弹道导弹的特点 该型导弹可在水平滑翔后 在飞行末段二次爬高 拦截难度较大 韩国总统府青马台 核心人士对此事表示遗憾 美军印太司令部表示 朝鲜试射导弹的行为 破坏稳定 但没有对美国及其盟友 构成直接威胁 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19号 在例行记者会上 谴责朝鲜导弹试射 普萨基还补充道 这一行为突出了重启对话的重要性 美方已准备好随时随地开启 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对话 此外 19号也就是朝鲜试射 新型前射弹道导弹的同一天 美日韩三国情报首长 举行了非公开会晤 韩美朝核问题首席代表 也在美国华盛顿会面 目前朝美双方对于是否恢复对话的问题 其实大的方向是一致的 朝美双方都主张应该开始对话 但是美国坚持无条件恢复对话 就是说不设任何前提条件 不设时间地点官员级别等等 就是只要对话就可以 但是从朝鲜的角度 它叫有条件的恢复对话 所谓有条件恢复对话 就是美国必须做一点 实际的采取积极行动的事情 满足了朝鲜的要求 朝鲜才可以对话 前一段我们看到朝鲜有导弹试验 这次就是再升级 搞了弹道导弹试验 那么这个信号就是讲 如果美国继续坚持亡固立场 那么朝鲜可能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 逼迫美国改变立场 而美国依然坚持 对话之后再说 因此目前双方的斗法本身 实际上是在危机边缘的一个博弈 博弈的目的不是为了要走向对抗 而是按照谁的要求和设计 来打破僵局的问题 还有分析认为 朝方此次试射前射导弹 可能是针对正在举办的 2021首尔国际航空航天 即军工业展览会 以及韩国即将发射的自主研制运载火箭世界号 在此次军工业展览会上 韩国展出了各种先进的军事装备 如隐形战斗机 导弹拦截系统和氢燃料无人机等等 其中包括F-35A战机 韩国2018年从美国首次引进F-35A隐形战斗机 以增强韩军侦察能力 并计划到2021年部署40架 不过此前为避免刺激朝鲜 韩军没有公开入役仪式 在2019年的展览中 也只是展示了该隐形战斗机的模型 今年的展览会是F-35A首次公开亮相 可以看到战斗机尾翼上印有醒目的太极图案 该战斗机具备先进的隐身设计和电子系统 被视为韩军的一大战略武器 朝鲜方面一直指责韩军采购F-35 是全面否定韩朝军事协议 11月20号韩国总统文在寅 乘坐FA-50韩国产战斗机 抵达展览会开幕式现场 他在致贺词中表示 确保和平是韩国建立强大国防能力的原因 并表示韩国正寻求打造以尖端技术为基础的军队 此外 韩国计划于21号发射自主研发的运载火箭世界号 如果发射成功 韩国将成为世界上第十个利用本土技术 将卫星送入太空的国家 目前发射准备工作接近尾声 这里是位于东京驻地的一家刀具专卖店 据日本电视台报道 今年以来日本钢材价格一路高涨 已从去年的150日元约合人民币8.4元每公斤 涨至200日元 受此影响 该店不得不考虑上调刀具价格 报道称 本轮上涨的原因是 经济复苏导致钢材需求量暴增 全球钢铁价格6月同比上涨了128% 多国出现钢材荒 导致炼钢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 在半年内关停了三个主要的钢铁生产基地 不仅刀具价格水涨船高 以钢铁为原料的定书机 钢笔等文具 也出现了自2019年7月份以来的首次上涨 与此同时原油价格上涨导致通胀加剧 也让日本民众叫苦不迭 供应链危机日元贬值的双重打击 导致进口商店大受冲击 在一家主营从捷克和德国进口商品的玩具店 原本正是临近年底生意红火的时候 但进口价格上涨导致店内生意无人问津 商家愁眉不展 此外葡萄酒 奶酪 火腿等商品也感受到了危机 专家称食品 日用品价格上涨 无疑将给日本家庭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 应警惕出现恶行通胀 目前国际原油价格一路高歌猛进 突破了2018年的价格高位 达到了84美元每桶 情况可能进一步加剧 在本月13号举行的俄罗斯能源周上 俄罗斯总统普京曾表示 油价很有可能会触及100美元每桶 受此影响 韩国也面临着同样的困境 全国汽油平均售价已逼近1700韩元 约合9.2元人民币每升 油价上涨 带动电价水涨船高 民众生活成本加大 韩国政府19号召开能源资源供需会议 讨论了涨价对策 韩政府预测 本轮能源危机将持续到2022年2月 专家们担心能源危机引发通货膨胀 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长滩港前海 这里停泊着数十艘货轮 集装箱无法进港卸户 已经在海上等待数日 有的甚至要排三个星期的队 而这仅仅是本轮危机的一个缩影 据报道 随着美国经济重拾活力 货运需求激增 劳动力却严重短缺 加之物流混乱不断加剧 美国一些大型超市 不得不限购生活必需品 事实上 从9月下旬开始 美国最大的连锁 仓储量饭店开市客 就已经宣布重新实行限购 范围包括卫生纸 清洁产品和瓶装水等生活物品 不过 这一次不是因为新冠疫情 导致的恐慌性抢购潮 而是源于供应链危机 和物流成本飙升 该公司首席财务官加兰蒂 在财报电话会议上 将物流成本称为 长期性的通胀因素 加之在劳动力成本上升 产品需求增加 芯片短缺和大宗商品价格走高等多重因素 进一步加剧了通胀压力 美媒援引业内专家分析预测 本轮供应链危机最快可能要到明年上半年才能够缓解 好来关注新冠疫情 随着天气的转冷 美国多州出现了疫情的反弹迹象 然而抗疫接种疫苗的游行活动仍在持续当中 美国传染病专家夫妻表示 警惕入冬后的新一轮疫情高峰 这里是加州的一所学校外 随着州政府颁布校园疫苗强制令 不少家长已不带孩子去上学抗疫 值得警惕的是 不少美国警察也在抗疫接种的人群中 美国国家广播公司19号报道 新冠成为美国警察的头号杀手 根据追踪美国在职警察死亡人数的 美国殉职警官纪念页数据 2020年至2021年间 死于新冠肺炎的警察人数是死于枪击的5倍 但仍有许多警察反对疫苗强制接种令 比如在芝加哥35%的警员表示 宁可失去工作也不愿接种新冠疫苗 对此美国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奇 呼吁警察接种疫苗 因为他们执行任务时会接触到更多人 属于高风险人群 福奇还表示 入冬后美国可能迎来新一轮疫情高峰 截至北京时间20号60 30分左右 美国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数 超4596万例 累计死亡病例超过74.8万例 与上周相比 美国五个州的新增确诊病例 增加了10%以上 包括埃尔瓦州 俄克拉荷马州 阿拉斯加州 佛蒙特州 和新罕布什尔州 据俄罗斯防疫指挥部19号通报 该国18号新增新冠确诊病例 33740例 新增死亡病例1015例 两项数据均创去年 俄疫情爆发后新高 在此背景下 俄联邦消费者权益保护和公益监督局建议 在10月30号至11月7号期间 进行全国性的放假 此外 圣彼得保市市长 别格洛夫签署法令 要求从11月15号起 出入所有文化体育活动场所 以及结婚登记的人员 都需要出示二维码 或者相关防疫文件 好 更多内容 再来看一组素栏 为了唤起人们对难民儿童的关注 一个名为行走的艺术项目 正在穿越欧洲 主员工是一个高3.5米的木偶 象征着一位寻找母亲的 9岁叙利亚难民女孩 今年7月底 她从叙利亚边境出发 开始了8000公里的漫长旅程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 她沿着实际迁徙路线 穿越土耳其 希腊 意大利 瑞士 德国 比利时 法国等国家 最终抵达英国曼彻斯特 据印度斯坦时报报道 连日暴雨 导致印度多地发生洪灾 卡拉拉邦南部地区的一对 新昆夫妇 无奈乘坐一口锅 前往婚礼地点 视频迅速在网络走红 可以看到新娘和新郎 身着婚礼服装 坐在一口巨大的铝锅中 旁边有两名男子推锅前行 洪水已经淹没大水 前方还有摄影师 努力捕捉着 这不寻常的婚礼画面 马来西亚吉兰丹州的 盖厅河出现赤潮现象 有毒藻类爆发 近年来 人类活动改变了盖厅河的流向 导致它不再通向大海 水流缓慢以及污染 为藻类的快速繁殖 创造了条件 再加上炎热的气候 现在盖厅河 基本每年都会出现赤潮现象 当地渔业部门提醒 牡蛎和蛤等软体动物 会在体内聚集高浓度的毒素 食用后可能会引发中毒 19号 以色列一名热气球工作人员 被挂住带到半空中 随后不幸从90米的高空 坠落身亡 目击者拍摄的视频显示 一个大型热气球缓缓升空 而热气球的篮子下面 则挂着一个人越飞越高 也许是体力透支 这名男子最终从高空坠落 撞上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 不幸身亡 警方正在调查这名男子 为什么会被挂在篮子上 据日媒20号报道 熊本县火火山 阿苏山出现史上最大强度爆发 日本气象厅已将爆发预警级别 从二级调整为 限制一切人员进入的三级 并不断提醒 反处于距离火山口两公里范围内的所有人员 要时刻小心火山石的滚落 阿苏山于上午11时43分开始爆发 爆发后形成的熔岩一直流到了距离火山口一公里以外的地方 据俄媒19号报道 寒冬将至 普罗斯多地遭遇暴风雪 霜冻和飓风的袭击 超强旋风横扫摩尔曼斯克地区 当地气温直逼零下10摄氏度 这场暴雪也是当地的初雪 比往年来的更早一些 强降雪持续了很长时间 应急部门发布了恶劣天气预警 圣彼得堡和新莫斯科地区也迎来了京东第一场雪 随后几天还将出现密集降雪 据每日邮报报道 近日潜水爱好者杰德和朋友 在澳大利亚西北海岸的宁格罗礁潜水时 拍到了船上拉布拉多犬亲吻水中惊沙的一幕 当时拉布拉多犬就站在船尾 一条长约6米的惊沙游到船边 他们好奇地盯着对方 惊沙把头露出水面 这时拉布拉多犬突然做出了亲吻惊沙的动作 周围的人大呼神奇 好 您可以通过央视网央视频 以及金人亚洲官方微博点击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新亚洲文天下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金人亚洲见 明天金人亚洲见